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掉很多 38.1亿掉到只有27.32亿 开发金还不是对折 对折还要再打折了 28.84亿掉到只有10.3亿 其中最惨的是星光金 4月还赚了19亿 5月变亏18.5亿 变成是亏损 15加上市贵的获利金控 受到疫情影响蛮明显 当然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 整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这美国的通货膨胀真的是非常的凶猛 贝莱德说 高通膨真正造成伤害的地方 是像二手车的价格大涨 然后能源的汽油的价格大涨 因为美国油价比去年这个时候涨了五成 二手车的价格 涨了7.3%的幅度 年增30% 就是跟去年这个时候 二手车比涨了三成 二手车可以涨30% 你不觉得很莫名其妙吗 为什么因为新车买不到 那说是暂时性的通膨吗 美银不同意 他说价格上涨压力恐怕会持续好几个月 那至于说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 已经突破8兆美金 这是疫情爆发以来 已经扩增一辈子多了 那在这样状况之下 联准会他还能再继续放水吗 要不要缩减这个购债规模呢 现在目前传出来市场预期联准会优先 要缩减MBS这个房地产抵押证券的购买 因为他现在目前主要是买美国国债 跟MBS两块 因为美国房市太火爆了 所以估计他会跟 他会优先把这个房市挂钩的房地产抵押贷款 证券MBS优先来缩减 会不会是这样的状况 以及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通膨 其实也来到台湾了嘛 台湾公布出来 我们看到最新公布出来的 主技术公布出来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也是来到一个很高的位置 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2.8吧 我们赶快来请教 台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 宏达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美国通膨 真的让大家看起来真的是 哇 看得有点傻眼的 居然是大声的5% 核心通货膨胀居然来到1992年来的新高 不过看到这个数字 我其实我等一下跟各位讲一个总体的一个看法 但是我觉得其实看起来 接下来的前景是乐观的 那第一个看法就是说 其实现在的全世界的股市是相当强势的 那你看这个核心通膨5% 其实S&P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对 实际创历史新高 那是只有美国这样吗 我刚才特别去看了一下印度的股市 印度前阵子疫情严重 印度股市也创新高 所以就全世界目前 现在其实 我昨天去看那个美国的财经台 其实现在关注的是欧股 就是欧股其实现在全世界的资金 我都看欧股赶快要落后要补涨 欧股也很强 对 德国也在创新高 但是他们说用美国的标准来看 欧股还没有回到它应该有的水准 所以全世界资金的观察 欧股还要再往上多少 这样的状况 所以全世界确实是 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觉得通膨不足为虑 基本上股市还是会多头的脚步持续向前 应该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这个是有个背景的 就是说其实美国的财经媒体 之前一直有一个argument 一个争辩 很好玩的一个题目 他们说呢 其实这一次的疫情创造出来动 假设可能就是误 结果你这个美国政府拿那个 就好像我要一杯水 就你拿那个消防水龙头来灌 根本就是完全超出这个需要 可是你看 其实今天中国 对这个通膨有很多的意见 通膨这个中国 这个央行的行长就说 有某些特定国家 就是搞这个想办法要刺激通膨 但是呢 就说呢 这个中国呢 要当定海神针 要控制通膨 两边都拉扯 然后两边呢 都在对这个 怎么讲 对这个通膨的看法 都认为是暂时的 但是两边的算盘不太一样 其实我们应该来看一下 通膨跟美元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大的 结构性的问题 那我们刚刚讲了 我明明就美国只要一杯水 你拿这个消防水 算来灌 这什么道理 美国自己来检讨说 你这样子狂傻币 会不会出问题 那其实有好几种看法 第一个就是 因为全世界都在狂印钞票 所以美国才有这个底气说 那我也来印 那并不是只有美国这样子 第二个呢 其实呢 美国现在呢 中美的这个战争 仍然在持续 那拉高这个美国的通膨 第一个 美国所有周边的盟友 通通收益 铁矿石也涨价 所有的都涨价 那谁受害呢 谁受害呢 就是负责制造的人受害 所以中国对于铁矿石 前一阵子 其实上一次 因为时间不够 没有讲 那个时候李克强 几个礼拜前就说 铁矿石不能够再涨了 那对于这个原物料很关心 因为他都进口啊 从澳洲进口啊 对 涨上去对他来讲是不利的 因为呢 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制裁澳洲 铁矿砂没办法啦 全世界铁矿砂 就巴西跟澳洲 你怎么制裁呢 对不对 对啊 你制裁你从巴西 也没办法进那么多 那另外一个就是 对美国来讲 我如果 最近的美元都相当的弱势 然后 弱势的 就被逼的升值啊 对 被逼的升值 然后呢 弱势的美元呢 造就了原物料的超强行情 所以呢 这其实是 国家的力量造出来的 可是 美国为什么要 创造这个通膨呢 因为通膨我们都知道 进口会贵嘛 对 所以其实我认为 这个通膨完全是在 美国的掌握之中 为什么 你只要美元升值 这就结束了 因为 其实进口贵啊 它就是要这个通膨 然后去刺激它 国内的这个投资 现在就是要刺激这个 就业嘛 所以你进口贵之后 可能很多东西涨价 涨价就会有超个利润 然后开始你买东西就变多 我觉得它是 其实是要 因为同时也发钱 所以它不用担心说 内需因为这样而萎缩 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都是 美国内需是非常火爆的 这跟这个美元的弱势 还有这个通膨的状况 刚好是呈现一个相当大的反差 所以你 其实你刚讲这一段 跟我的想法也是一样 美国就是掌握了全球的 掌握了一个优势 掌握了一个中级武器 就是美元嘛 所以这个就是货币战 然后全世界都要用美元嘛 那发钞权在我手上嘛 我要发多少 就是随我的高兴嘛 像我刚刚讲说 你看联准会去年那时候 才四兆不到 现在已经到八兆的资产负债表 可能后面还要扩张到十几兆 对不对 对啊 所以你现在看拜登是在忙什么 忙G7要谈判 全球征税 所以我又不懂那个美国民主党跟共和党到底在吵什么 反正钱这么多 你拜登要六兆要五兆就给你嘛 什么好吵的 对不对 你要基建要两兆我就给你嘛 总是存在感是要 总是要讨价还价一下嘛 对不对 其实他吵也是吵假的啦 最终一定会过啦 对啊 最终一定会过嘛 反正大家就在演个戏嘛 是不是这样子 不管是什么价钱那都是几千亿上兆的这个规模 那那个美金又要出来了 我又要买这么多东西去盖基检对吧 其实一个想法很简单啦 这些钱发到各地方政府去 你说这些参议员众议员 难道他们对选民没有 这个选民不会高兴吗 当然会高兴啊 当然会高兴啊 他们多少后面金主是这些大企业这些财团的支持 对不对 对啊 大家都可以拿到政府标案有啥不好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看这些新闻都看到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角力 你可以看到说 就以钢铁来讲好了 这个在中国的 可能它的出货 钢铁出货价是维持平盘 对不对 今天报纸写了 日本的钢铁出货价 报价都涨 所以你看联合盟友 如果这个欧洲的钢铁公价厂也涨 这个亚洲也涨 美国自己也涨 那我想这个大概原物料还要在一下 所以全世界要看一下全世界的一个状况 这是相当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期的财讯的封面报导故事叫做 抢占美国负输财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大家赶快去抢美国钱吗 抢美元 对 不过在这之前我先补充一个东西 对 这是十年齐公债殖利率这个谜 这掉到1.4啊 因为上一次 今年三月来的低点啊 昨天 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他重跌的时候 就是大家觉得 哇怎么要好像十年齐公债要涨到二了 结果现在往下 不涨反跌啊 对啊 我就一直跟我的朋友在问说 为什么这股市不是一直往上吗 怎么再次也可以价钱也往上 股债多都是双多头啊 对啊 就是他告诉我说 那个叶伦出来讲话你要听啊 因为叶伦就说 他你记不记得那个之前 美国升级之前好几次也是这样 美国的这个FED出来说 啊我们要涨了 我们要涨了 但就是先讲 他先给市场打 打这个预告 可是呢拖很久都不涨 所以我朋友就说 这个如果大家会预期说 哎那以后我可能买不到便宜的美国公债了 那这个预期心理呢 就支撑了美国的这个公债的殖利率 又恢复到就降下来 因为在市的价格上去 那殖利率就往下嘛 所以可以这个用官方的力量呢 去让他可以维持这个 一个有利于美国现在政策的一个区间 还有可能就是说 美国现在目前的资金太腐烂了啦 对 那有些股票也贵 所以说呢 这些这个银行啊 这些有很多钱的人 他们要觉得现在去买一些债券反而安全一点 对 但是因为现在整个整体都涨比较多 所以大家就是有点说 要不要追还是要短线什么 这些就有一些争辩 所以上次我们就想说 会不会出现一些震荡 这是值得讨论的 但是整体的大环境 基本上在美国的政治之下 它是往上的 好 那到底我们要抢赚美国付出财 到底抢什么样的财 这等一下回到节目 想继续请教林宏达 好 那今天是国中会考成绩放榜嘛 下周是许多小孩子的毕业季 那这次没有毕业典礼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补习班现在都转上 线上上课的模式 那我们这边提供一个线上课程的资讯 给国中毕业生的家长参考 高中英文 现在是新课纲 新版本 新教材 远远比国中英文困难许多 所以飞歌英文推出了 高一之忧英文学习方法讲座 现在开放免费的线上试听 如果有家长想要帮孩子预约试听 可以上网搜寻飞歌英文的官方网站 或是拨打预约专线 那这个专线的电话号码是 02-2383-1235 这个相关的讯息 是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的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大家好请问周末要怎么过 以前到礼拜五都会期待周末啊 出去吃吃东西啊 走一走啊 现在完全没有期待了 今天说关端午节怎么过 那这次周末还有三天呢 long weekend 请问大家要怎么过 端午节有粽子吃吗 有没有粽子呢 那天我已经吃了 买得到吗 我一个 Hobbing you 他拿来两颗台南粽 说很有名的给我吃 所以我已经吃了粽子了 各位有吃的粽子了吗 卡兹在飞哥当学生 卡兹你是飞哥的学生 好像辅导老师 英文很好 星期会有节目 星期有节目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继续来请教财运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 宏达那抢赚美国财 你们这一次到底要跟我们来讲什么样的投资方向呢 其实这一次其实就是解封reopen 美国reopen之后谁会受益 目前看起来像汽车 然后像服务室 像机械 或者是一些科技业回到正常的轨道 像伺服器或手机 我们觉得目前看起来是比较明显的 你有特别点名网通对不对 对我们有写网通 那网通的情况到底是 我们可以关注什么焦点 其实通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过去我们都看到5G的大涨 对不对 我们看到联发科的这个大荣景 事实上这荣景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 我插一下话好吗 联发科为什么股价这么挪 联发科为什么股价这么挪 这么疲弱 昨天涨一天之后 今天又跌了18块 是怎样呢 他不是要发36块的股息吗 那么多的利多 就爆点完了之后就不会走 我想这是大环境 你看台积电的股价在650之后 现在也是在500多 对不对 整理了到现在占上600 所以整个结构 其实科技现在占比是比较小的 但是我认为 因为美国解封就在眼前 所以整个大环境 是先从传产这边开始去 然后等到传产再涨了一大波之后 回过头来 便宜的科技再结榜 应该会是这样 所以你觉得下半年科技股会结榜 因为它是有实际的获利来支撑的 但是钱会 你看那个S&P跟Dow Jones往上 其实涨很多 这个是往这个方向去的 我看你又写了四档电子股 后市还不错 展望应该还不错 神达广达光宝科跟金像电 金像电最近股价表现的还蛮强势的 对 我觉得一个原则 就是说其实在上一次的大跌之后 电子比较弱 然后传产比较强 对不对 这里面我们要怎么去看 谁比较值得投资呢 一个标准就是说 谁如果越快 能够先接触到前面的新高 表现比较强势的 因为现在整个 我们刚刚讲了 整个的结构电子比较小 可是在这个一个池塘里面 有某一些人就会跑得比较快 最近还是有蛮多电子股 是参向新高的 那这些我觉得 他们一定也是有基本面嘛 那当然了 对不对 对啊 因为当电子缩小的时候 比较有基本面的才比较安全 就会先冒头出来 对 那他们 这些跟这个网通啊 美国相关的复苏 它的关联性在哪里呢 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 像5G的penetration ray 渗透率 大概在去年第三季之前 美国只有10几% 手机是5G 但是各位记得 去年iPhone推了5G 是 所以今年到第一季开始 整个美国的5G的渗透率 马上跳到50几% 渗透率大幅提高 大幅提高 那5G手机等于一个平台嘛 我一半的人 现在手上有5G手机的 那你可以预期 这个5G手机的装置量 基地台的装置量 就可以顺理成这样的提高了嘛 是 然后其他的应用 可以跟着上来 而且呢 美国想打华为 去年中国用5G建设 去救华为嘛 现在换美国出招啦 美国去年在标平谱 干嘛 基本动作都准备啦 现在手机扑下去了 要换美国要动了 好 所以连接到5G的话 大家会想到伺服器 对不对 云端伺服器 所以相关云端伺服器 高速运算 或是伺服器相关的 这个主机板 这些就是我们可以连接到 美国复苏的 所谓 抢赚美国复苏财的观点 是 好 那除了 那原物料的部分 怎么看呢 原物料 我们刚刚讲了 弱美元 跟抢原物料的一个状况 我想它最主要的指标在于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就业 因为目前估计 美国的就业要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 大概还需要一年 真正的状况其实是 还有一千万人失业 因为是失业补助金发太多了 如果你要回去上班 就不能领失业补助金 所以现在在讨论要停掉 对 但是大家手上都有现金的时候 消费就会比较好 那很好玩 就是说 你如果回去上班 你会领的比你失业补助金还少 那时候你要不要回去上班 对 所以才会这样子 对 好 所以原物料 点名了六档受贿股 对 我想在这个很多了 这个像这个石油钢铁 我想这些都会受贿 好 那另外电动车 我看到你们也有写到 跟充电桩 还有户外运动 这一块也是美国复苏很重要的 台湾可以进攻的题材是吗 对 像这个车用 车子其实像利青 同心电 广华 鱼龙 这些传统其实台湾有优势的 对 那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马上会看到美国发生的新闻 就是戒风 我们同事写 拉斯维加斯现在很多人不戴口罩 就回到原来以前我们认识了拉斯维加斯了 所以说 大家不见得还是愿意去挤大众捷运 那美国人喜欢开车嘛 对 所以车子的销量跟库存都是处于一个非常低的状况 那台湾有很多这个汽车的零组件的供应商 那其实他们是蛮明显会受到一个移除 好 那现在当然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货柜航运嘛 对 因为出口好 势必就是货柜航运一定会好 对 那您怎么看这一块呢 其实我们也 我今天还在看那个马斯基全球最大的航运龙头的这个股价 其实出乎我意料 它还在创新高 不过它涨幅没有像长龙养民这么大 对 但是这个状况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国外的指标嘛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其实它还是在处于一个这样的状况 那运价仍然是处在一个高档 但是当然高的时候大家会担心它会不会反转 但是这个你就可以去看 比如说库存的状况 库存随位的状况 那目前我们的了解应该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况 好 所以货柜航运还是持续看好 所以看起来 只要是往出口方面想应该都不错嘛 因为美国希望把它的市场做大嘛 跟它的盟友共享这个 把这个经济上面的好处 同时又推加税嘛 你只有市场做大的时候 加税比较容易退啊 不过现在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对台湾出口是利多的 就是因为最近人民币很强势嘛 升到三年来的新高 那大家想想看台湾出口 其实用人民币来强势的角度来思考的话 那也对台湾的出口也是有利啊 不过台币也蛮强势的 现在在讨论很多是 这个会不会台币走扁 然后含源往上 台币走扁的几率不大吧 应该不大 因为出口仍然是非常好 虽然我们有疫情的状况 美元要很强的话 台币才有可能走扁 对所以这是全球性的状况 美元的 但是美元看起来也会在这个状况 在90美元指数在90上下 应该也不会再弱太多 那台湾的经济 你们的观点呢 你们怎么看呢 就是说现在目前当然内需受到疫情重创 那疫情当然终究会过去 对不对 从欧美的例子可以看到 封了一年之后 疫情也是过去了 那台湾后面 或者整个经济啊 各方面会 你们的看法呢 最近群益证券好像出了一个报告 他对台湾的整体经济做了估算 就是按照现在台湾经济的表现的话 台湾台股其实是有机会 挑战一万九千点或两万点 对 你说群益证的评估吗 对群益证 上看两万就对了 就是从基本面从获利 就是最近不是公布了这个 企业的获利状况吗 大部分的公司如果是出口导向 基本上都是交出不错成绩单的 好 那订单跟出口真的是也会说话了 今年4月台湾来自于美国的外销订单 年增率是43% 这个成长幅度仅次于东斜 所以美国的这个进口 其实是很明显在增长 那这个对台湾来讲 台湾的出口厂商来讲当然可以好好去琢磨美国这一次的整个经济的复苏 我觉得像那个去做Walmart Target 或是说做Home Depot 这些生意的这些大的一个出口商贸易商应该在这一波上面应该可以大展身手吧 不过现在大家最头痛的应该是找不到货柜 玫瑰想要出也出不了啊 以前正常的话美元升这么多厂商应该说 哇这会吃掉我们的获利啊什么对不对 现在没有人讨论这个 现在大家都讲运价吃掉我们的获利 因为真的状况是终端的价格其实往上调之后啊 中间就只有找不到货柜的问题了 那个货柜的价格啊 比去年这个时候涨了五六倍 对啊 而且同时其实还有缺料的状况的问题 这个目前我也去问了一下 这个IC缺的状况仍然还是存在的 类比IC缺的最凶啊 所以你看到那个笔电它出现一些营收衰退的状况 最主要就是因为缺货啊 缺料啊 它其实并不是没订单啊 就是缺料的关系啊 对但是我想这个电子产业啊 在上一次的这个跌之后 我们刚刚讲了有强有弱嘛 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差别 有一些比较早饱和的 它可能投胎起来的速度啊 可能就不是那么快 这个怎么说呢 可以讲继讲一下吗 其实我觉得在电子这边啊 最重要观察的倒就不是缺料了 而是呢 中端市场的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价格会往上嘛 所以价格往上后 如果订单是往下的 那其实马上就解决缺料了 就是其实如果订单变少 或者是说 该买的买完了 那不代表说整个电子就不好 而是说可能会换 价格往上涨不动的就对了 就砍单啦 价格往上就被砍单的意思就对了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观察 那现在比较明显出现在什么样的领域呢 我想大家还是先自己来观察一下 你每次讲到一半都不讲下去 这个我们真的会被我们被打 你们现在有看到这个现象就是了 现在大家业界讨论这个 面板是这样一个状况吗 因为现在面板的报价就已经上不去了 是32寸的面板 6月的报价就已经跟5月就持平了 我想股价会说话 你看股价就会知道 这个股价就是先反应基本面就对了 好 非常谢谢宏达 就是说大家在各个领域去观察一下 就是说报价上不去 其实报价上不去 我觉得很自然 为什么各位想想看 如果说价格偏离太多 你的需求一定会减弱 你需求减弱相对而言 你就更推不动价格了 这个一定会是形成这样的循环趋势跟方向 最近面板就有比较明显这样的状况 但我不是讲说面板 因为后面价格就一定推升不上去 它中大尺寸面板价格还是在涨 只是说它涨的一个幅度 相对就跟以前来讲就差很多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观察